最好怎麼樣 幫我把這個範圍 A1到區域的最下面列 幫我把框線畫上去 所以這個要怎麼做 當然如果你剛開始還沒有概念 其實可以拿這個來改 A的話一定是A1 所以你A1 那區域的話其實 有沒有 只有區域後面會變動 跟著怎麼變呢 跟著最下面列 因為我要畫框線的話 一定是從這邊開始畫 畫到哪裡呢 畫到區域的最下面列 所以第一個 如果要框線的話 就是range這個範圍 boulders有沒有 然後它的框線的顏色點color 這個前面講過 我們先畫個簡單 等於紅色的話就rgb 瓜糊 255.0.0 記得吧 就是紅色全部 綠色跟藍色沒有 紅色 好 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了 那 如果又多一列的話 它這個只有變動 所以又一直往下畫 應該懂我的意思吧 我們來試一下 如果再ok的話 那畫框線應該ok的 就ccc enter 85分好了 隨便我把它打一個成績 enter 有沒有發現 畫好了 如果再一個ddd有沒有 enter 有沒有發現 又繼續往下畫 為什麼 因為那個r的會一直變動 如果又再一個 然後一直畫 比如在d1 然後 隨便再輸一個 enter enter 又繼續畫下去了 有沒有ok 程式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直接怎麼樣 有沒有 這個地方是 在這裡 有沒有 A1 就固定了 一定從這邊開始 R的話呢 就是G的R R列的意思 它就一直往下畫 然後呢 畫框線就bordus 點color 這個上禮拜講過嘛 還有其他的 如果你要變化 請自行再去變化吧 剩下來的話 回去有時間 請各位也可以試著把那個 這個文字與資料函數 這個範例嘛 如果你想要把它變成一個表單嘛 把玩這一題更複雜 為什麼 因為它欄A到H 那這一欄其實是自動產生的啦 所以這一欄不用出入 我們只要輸入FGH 它就自動產生這一個 然後可以怎樣 幫我把它丟到最下面 所以你回去 可能會需要 我是有把它放在那個 雲端的什麼呢 雲端上面 雲端白板裡面的文字 你需要函數這個 的最下方 你可以大概長這樣子 有沒有 姓名 生日 血型 然後有三個 但是其中可能有一個地方 比較特殊 血型 我是建議你可以用那個 有一個叫下拉清單的 有沒有 它是A型 B型 O型 A B型 但是呢這個下拉清單比較特殊喔 就是呢 它那個做法 你必須在啟動的時候 所以這邊有個User Phone 當它Activate的時候 你就用什麼 Add Item 把資料呢 把資料呢放到 那個 這個 這個CB01 是我有改名稱 那個物件的名稱 如果 原來叫什麼 叫 combo box 1 那你就叫combo box 1喔 如果你沒有改名稱的話 那 Add Item 就是增加項目 A到 AB 那寫在 當那個 User Phone Activate的時候 就會有個清單 啟動的時候 就有個清單 讓它可以填寫 其他都一樣 所以回去的話 也許有時間 試試看吧 如果你不想練習這個 你可以找找看你工作上 有沒有類似的案例 反正主要的目的就是熟悉它 然後可以 將來可以做更多的變化 甚至你要 把這個表單弄得更複雜 變一個淨小存系統 都不是問題 快記系統等等的 其實都可以類似用這種方法來做 所以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回去的話 試著做做看 那下一次上課的話 我們就要再來看第三個單元 日期跟時間相關函數 所以回去有時間的話 可以先看一下那個 第三個單元 日期與時間相關函數的 這個問題部分